触六道不容易 触六道的时候 要尽死烦恼断掉才能触 这就是赦免 八万四千法门 难行道 说的这个 如果我们用这个功夫求生进主 是轻而易举 决定的 功夫差的 孙凡圣同学 功夫好的 生方便留意他 所以一定要努力 为什么这是真的成就 这个世界 不论是什么样的名文 全是假的 要常常记住 这个勇家大师讲 梦里明明游流去 绝后空空 不大钱 金刚经相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有违法如梦 换跑也 你要看清楚 要放下 不要把这些事情看重 这些事情 能够得到有缘 好 为众生都做这好事 没有缘得不到也好 清静 没事 世间什么是最好的 每一次最好 我们是这么多年来 有很多人送钱来没办法了 送钱来就要替他做事 所以钱多就多做 钱少少做 没钱最好 不做了 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没有钱不做事 一天到晚 老老实实念佛 你说这个生活都在 那么有这个人 我们也不能拒绝 因为有很多人 想做好事 不知道 什么叫好事 但有时候委托我们 我们来替他做好事 我们 有这个 义务 有这个责任 去帮助他 所以不要忘掉 不管有事无事 不要忘掉 一向专念 你一生 就有一个方向 专念阿弥陀佛 专求 极乐世界 所以英光大师 在文章里 常常提到 幸运痴迷 求生净土 我度文超 我把他揭露了四句话 这是英光大师的新传 他一生 自行化他 不利这个纲领 那就是顿轮尽奋 闲邪尘尘 幸运痴迷 求生净土 这是十六句 他老人家 一生就到了 明时相复 我没有想过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